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中 楚国是长期的霸主之一 长达上百年的进楚争霸 也是春秋时代的发展主线 但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在楚平王时期 因为重用宁臣废无极 导致朝纲礼乐崩坏 太子雄建被迫出逃 吴子虚的父兄被处死 后来吴子虚逃到吴国 带领吴国迅速强大 并一度攻占了楚国首都 差点将其灭国 但由于吴国后续出现了战略失误 让楚国幸免于难 并让楚国逐渐缓过神来 后来楚昭王病死在出征路上 临死前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子曦 但子曦并未接受善让 而是拥立楚昭王的儿子雄章为王 视为楚慧王 由于楚慧王年幼 子曦是楚国的实际控制者 子曦在执政期间 想起自己的哥哥 前太子雄建被陷害一世 他们都是楚平王的儿子 从小感情不错 此时的雄建已经去世 留下了一个儿子 生活在吴国 楚国大臣对于为前太子雄章平反 没有意见 但对于接雄建的儿子雄胜 回楚国一世 大臣们反对声一片 因为雄胜为人性情暴力 手下收养了一群亡命之徒 作为打授 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控制 但子曦处于手足之前 坚持把雄胜接了回来 并让他负责保卫楚国边疆 雄胜也被称为白宫 子曦本以为通过此举能让雄胜知恩图报 但雄胜不但不感激 反而认为子曦做得不够 在雄胜看来 郑国人是杀害他父亲的元凶 于是三番五次地要求 子曦派人前去攻打郑国 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今非昔比 对郑国并没有一击至胜的把握 况且 子曦也不可能为了雄胜的一己私欲 而妄动干戈 但雄胜对此不死心 并组织了一批兵力 准备对郑国用兵 就在此时 晋国突然出兵郑国 子曦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不仅作废了出兵郑国的计划 还出兵相救 与郑国达成了盟约 此举让雄胜非常气愤 于是把子曦和负责楚国军事防务的子曦 都看作是自己仇敌 由于之前 雄胜在吴国一直跟随吴子虚做事 他见证了吴子虚复仇成功的每一个细节 心中也冉冉升起了怒火 对楚国一众大臣产生了杀机 燃起复仇浴火的雄胜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 他直接对子曦的儿子子平说 他准备杀死子曦 子平听后 赶紧向子曦打小报告 后者认为 这只是雄胜的夸张之语 在他的手底下 雄胜根本没机会翻身 于是告诉子平不要当真 但子曦根本不了解雄胜 长期在吴子虚手下做事的雄胜 显然继承了吴子虚的血性 当他得知子曦对他的评价后 瞬间火冒三丈 并表示不杀子曦 势不为人 雄胜杀人的欲望非常强烈 但他长期在吴国生活 在楚国没有根基党羽 很难杀掉子曦与子曦 时间一久 子曦见他没有任何行动 便放松了警惕 逐渐忘却了雄胜的叫嚣 但时间并未抹去雄胜复仇的欲望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公元前479年 他终于寻得了机会 这一年 吴王夫差突然进攻楚国 雄胜率领边防部队痛击吴军 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眼见雄胜打了胜仗 朝廷非常高兴 雄胜趁机提出请求 希望能率领军队到楚国的国都颖都 进献战利品 子曦听后瞬间答应 他不但没有察觉到危险 而且认为 雄胜的功劳有自己的一份 要不是自己力排众议 把他从吴国接回来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得到批准后 雄胜便率军 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颖都 就在子曦准备设宴招待之时 雄胜突然发布了进攻命令 让人血洗了楚国宫廷 毫无防备的子曦和子曦 被士兵团团围住 经过一番栗战后 败下战来 被士兵们捅成了筛子 子曦和子曦被杀后 雄胜又把楚慧王劫持为人质 一下子控制了楚国政府 此时 雄胜的部下劝他杀掉楚慧王后 自立为王 但被雄胜拒绝 他内心深处只想报仇 并不想篡位 但事到如今 他为了自保 必须做出一些举动 经过一番考量后 他准备另立楚慧王的儿子子驴为王 以便于他把持朝政 但子驴拒绝了他的要求 雄胜一气之下杀了子驴 并将楚慧王囚禁 楚国的内乱 让楚国上下一片混乱 地方政府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此时 人们将注意力 放在了镇守蔡帝叶公子高身上 当初紫西欲迎回雄胜时 叶公子高便持反对意 事实证明了他的高瞻援主 子高又叫沈朱良 曾经担任叶县长官 因而被尊称为叶公 雄胜叛乱发生后 楚国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地方大员身上 希望他能出兵讨伐雄胜 稳定楚国局势 但子高一直按兵不动 他说 雄胜此次是冒险取胜 但他为人贪婪 办事不公正 早晚会和民众出现裂痕 事实证明 子高的判断是正确的 雄胜控制国都后 为了尽快获得认可 用暴力手段在都城大开杀戒 凡是不认可他的人 大多数都被杀死 这种做法引起了民众的愤慨 反叛雄胜的声音越来越多 子高健壮 认为时机已到 于是率兵赶往都城 一路势如破竹 此时的雄胜并不慌张 他自视楚辉王这个人质在手 子高一定会投鼠忌器 如果最后兵败 也可以挟持子高回到白县自立 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就在雄胜认为 自己尽可攻退可守之时 手下人来报 说是楚辉王逃跑了 一个名叫与公羊的人挖地道 救走了楚辉王 得知楚辉王逃跑后 雄胜便开始慌张起来 手下的人见大势已去 也纷纷离他而去 雄胜自知 在劫难逃 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雄胜此前只是想报仇 后来阴差阳错 酿成了一场大叛乱 由于事先缺乏规划 才导致了一场惨败 但这场叛乱 也让楚国损失惨重 能力很强的紫西和紫七 均遭杀害 叛乱结束后 子高被任命为 永相和司马 成为朝堂首席大臣 但子高选择了 急流永退 将职位让给了 紫西和紫七的儿子 雄胜之乱给楚慧王 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 自此之后 他便选择了闭关锁国 从此不问世事 从公元前479年 停定雄胜之乱 一直到公元前448年 30年的时间里 楚国几乎消失在 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 越国灭了吴国 中原战火越烧越旺 晋国内乱中三清灭之遥 等等 但这些事与楚国统统无关 楚慧王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 史书中关于楚国的记载 也越来越少 楚国似乎忽然间 从时空的黑洞中蒸发了 但楚国骨子里 始终带有霸王基因 公元前447年 楚国打破了陈墓 楚慧王派大司马子 发钱去攻打蔡国 并一举将蔡国击破 随着蔡侯旗被俘虏 这个有着500年历史的诸侯国 也宣告寿终正寝 公元前445年 楚国又灭掉了启国 这个国家就是启人忧天的来历 拿下启后 楚军继续挥石东扩 一直拓展到似水之上 此时距离吴军攻破 楚国已经60年 曾经的敌国已经烟消云散 而楚慧王却焕发了第二春 他用了半个世纪 再次把楚国拉回到之前的高度 在战国时期 楚国依然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之一 楚国之所以能再次崛起 一方面是自身底蕴非常雄厚 另一方面是自身军事装备不断完成升级 也是最早完成水上武装的国家之一 楚慧王当时任用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便是被后世称为工匠组失业的鲁班 在鲁班的主持下 楚国制造了大量的云梯以及其他工程器械 在工程拔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灭掉蔡国、启国之后 楚国把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宋国身上 在攻打宋国方面 尽管楚庄王谋划得十分机密 但消息还是被宋国得知 宋国得知消息后 派出一位工匠大师主持首成事宜 这位工匠大师是华夏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莫子 但是莫子并不完全是个工匠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 祝书利说 鼓吹奸爱非公的思想 并且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这个团体具有半军事化的色彩 莫子自己充当领袖 称为巨子 其门下的成员便称为莫者 莫者集团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在民间有着极强的渗透力 在莫子生前 莫学便已经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天下显学 莫者遍布各地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凭借这种超强的渗透力 莫子很快知道了鲁班为楚慧王制造工程器械 以进攻宋国的消息 这位坚忍不拔的莫者领袖 要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宋国 莫子曾当过宋国大夫 对宋国十分有感情 莫子的思想有两大核心 一是奸爱 二是非公 由于宋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 所以 莫子的思想能在此生根发芽 莫子之所以选择拯救宋国 一方面是出于国家感情 另一方面是想推行自己的观念 坚决反对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 莫子兼具情怀和实干 当他得知 楚国打算对宋国用兵的消息后 立马派出自己的弟子秦华帅 三百名莫者到宋国协助守城 然后 莫子自己从齐国出发 只身前往楚国和鲁班相见 莫子见到鲁班后 向他阐述了 楚国攻打宋国在道义上的缺失 并将其描述为 不明智缺乏道义的事情 鲁班对莫子的观点完全认同 但出于立场原因 他只能拒绝莫子 继续为楚国建造工程器械 后来 莫子在鲁班的引荐下 建到了楚慧王 并向其输出自己 奸爱非公的思想 楚慧王很重视莫子的才华 但他已经隐忍了三十年 内心的征服欲望难以撼动 于是便对莫子说 鲁班为楚国制造的云梯已经完成 不能放着不用 一定会攻打宋国 莫子离开之前 和鲁班进行了一次虚拟对战 双方用模型进行了一次攻防演练 在这次虚拟对战中 鲁班绞尽脑汁 使出了所有的招数 最终被莫子一一化解 后来 鲁班告诉莫子 他有大败对方的方法 但现在不能说 而莫子则回应称 自己知道鲁班的方法 但他也不说 楚慧王见两人打亚弥 内心焦急不堪 于是逼迫莫子回答 莫子说 鲁班的方法是让楚慧王杀掉他 杀了他 就没人能阻挡鲁班的进攻了 但他已经派出三百多名弟子前往宋国 即使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楚慧王眼见攻打宋国的计划已经败露 此时 宋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加上莫者的支持 拿下宋国的难度很大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不但没杀莫子 还收回了攻打宋国的命令 莫子凭借自己的智慧 让宋国免除了一场灾难 公元前432年 楚慧王去世 此时他已经执政57年 他是楚国得以忠心的关键人物 楚慧王去世后 楚俭王继位 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挥师北上 继续展示楚国的强大的实力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 楚国吞并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真正在中原大地上掀起波澜的是 三晋带头大哥魏斯 三家分晋后 赵无旭率领的赵氏一族本是一只独秀 但赵无旭死后 家族内部便陷入了争权夺利 魏氏家族则成胜崛起 在魏斯的带领下义军突起 成为三晋大地上名副其实的主导者 公元前446年 魏斯成为魏氏家族继承者 公元前403年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 史称魏文侯 在战国时期 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 有具备一定的特质 这种特质决定了他们能达到何种高度 而魏斯身上的特质就是朝贤纳士 四处收拢名士归为己用 他手下的名士包括吴启 岳阳 西门豹等人 他也开启了战国仰视之风 公元前420年 晋国国主晋幽宫去世 这位仕途打击三清的晋国国主 兵变后溃逃至他国 郁郁寡欢 有一次半夜出城找美女私混 结果在半路上被强盗截杀 结束了比较窝囊的一生 有些人死了比活着之前 晋幽宫就是其中之一 得知晋幽宫被强盗截杀后 魏斯帅人把杀害晋幽宫的强盗一网打尽 并立幽宫的儿子积职为新的君主 史称晋列宫 尽管新任国主晋列宫 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 但魏斯的做法还是博得了满堂彩 在一片叫好声中 魏氏的力量逐渐超越了赵氏 此时 晋国三清的老掌门 赵无序 魏居 韩虎都已去世 想当年三清联手共灭治遥 相互间自然惺惺相惜 但新一代掌门人 没有那种同舟共济时产生的友谊 韩氏新掌门韩启章 见赵氏由于权力斗争而爆发内乱 便打起了坏主意 想借机消灭赵氏 不过 韩氏势力在三清中最为薄弱 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 于是 韩启章便找到魏斯 跟他大谈 乘机瓜分赵氏的阴谋 魏斯当场义正词言地拒绝了 他正色地答道 魏与赵氏兄弟 不能从命 赵氏新任掌门人赵焕 得知韩氏在背后插刀后 大为恼怒 他也找到魏斯 提出了一同灭掉韩氏的想法 魏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焕 纵观晋国的历史 只要国内几大家族团结一致 晋国就能称王称霸 但凡几大家族勾心斗角 晋国就会迅速示威 魏斯明白 三家联合起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三家勾心斗角 则大难临头 后来赵焕和韩启章 明白了魏斯的良苦用心 便真心实意地拥戴魏斯 为带头大哥 但三家之间 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 表面上能粘合在一起 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依然会发生分歧 晋国政治格局的改变 对于长期被晋国压制的秦国 齐国来说是一个喜讯 他们知道分裂后的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 因此时刻寻找翻身的机会 魏斯自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并且他认为 晋国最大的对手不在南方 而是西方的秦国 公元前627年 秦军在小山之战中 惨败给晋军 此后的200多年里 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得黄河以西 无法进中原半部 虽然无法踏足中原 但秦国在西部可谓是横行无阻 是绝对意义上的霸主 魏斯很清楚 一旦让秦军踏过黄河 晋国便会成为囊中之物 为了不陷入被动 魏斯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419年 魏斯在黄河西岸修筑关口少梁城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要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 以便随时对秦国发起进攻 面对魏斯发起的战争信号 秦国也意识到了威胁 公元前418年 秦陵宫率军与魏军在少梁来了一场大战 最终魏军保住了少梁 但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秦军眼见强功无果 于是在少梁北部修筑了两座城池 以此来应对魏军的威胁 魏斯看穿了秦军的意图 于公元前412年派自己的儿子一举 拿下两座城池 将秦军赶了出去 为了加强战略威胁 魏军随后又在少梁城以南修筑了两座新城池 至此 魏军在黄河西岸拥有了三个军事据点 修筑完工事后 魏斯认为 时机已经成熟 于公元前408年 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入侵秦国 在三座城池的侧影下 魏军势如破竹 将秦军赶出河西之地 但士气正盛的秦军没有继续前进 因为再往西都是险要的官暗 一手难攻 魏斯自知还没有绝对的实力拿下秦国 于是便挥师北上继续攻城掠地 想要一举拿下中山国 中山国是敌人建立的国家 此时的魏军在实力方面 可以全面碾压中山国 但在地理位置方面 两者并不接壤 魏军和中山国之间隔了一个赵 魏军要想攻打中山国 必须经过赵地 此时的赵魏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加之魏斯是韩赵两家共同拥戴的大哥 赵焕几经考虑 决定让魏军借道前去攻打中山国 公元前408年 魏斯委任大将岳阳为远征军总指挥 目标直指中山国 值得注意的是 岳阳本是中山国人 后来发生变故便逃至魏帝 得到了魏斯的重用 魏斯知道 岳阳对中山国了如指掌 便委任他为总指挥 起初 魏斯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害怕岳阳会临阵倒戈 更何况岳阳还有一个儿子 留在中山国做人质 但魏斯用人不移 他的坚持也换来了回报 公元前406年 经过三年的战斗 中山国终于被逼到崩溃边缘 刑急之下 中山国把乐阳的儿子压上城头 以此来威胁岳阳退兵 中山国威胁岳阳 如果他不选择退兵 就将他的儿子煮了 岳阳不为所动 表示君臣之意 不得以子为私 中山国健壮 居然真的将乐阳的儿子煮了 并把羹汤送到乐阳面前 岳阳健壮 直接拿起来吃了 此举传回中山国后 人人闻风丧胆 他们没想到岳阳居然可以这样冷血 这也预示着魏军绝不会因此退军 后来中山国君主选择了投降 岳阳成功拿下了中山国 魏斯听说岳阳的举动后 对大臣们说 岳阳对他是真的忠心 为了他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 一旁的大臣 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敲打魏斯说 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 还有谁不能吃呢 魏斯听后 顿绝后背一阵发凉 他不自觉地想到了齐桓公的故事 当年齐桓公说 不知人肉的味道 宁臣一牙便杀死自己的儿子 煮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认为他非常忠心 但最终 齐桓公却死在一牙之手 想到此处 魏斯不禁地提高了警惕 岳阳战胜归来后 自恃劳苦功高 甚至对魏斯都表现出傲慢 魏斯决定敲打一下岳阳 于是 让人抬出两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装满了弹劾岳阳的剑岩 岳阳随手翻开几卷 每一封剑岩都能置他于死地 只要魏斯烧下狠手 他就可能人头不保 岳阳瞬间明白了魏斯的用意 于是跪在魏斯面前 说消灭中山国都是魏斯的功劳 魏斯健壮 顺水推舟给了岳阳一块封地 但此后便不再重用他 但岳氏家族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后来大名鼎鼎的岳翼 就是岳阳的后代 消灭中山国后 魏斯名声大噪 但此意并未给魏斯带来多少实际性的好处 因为中山国与魏帝不接壤 不过魏斯作为一个雄才伪劣的人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攻打中山国 肯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攻打齐国 因为中山国位于齐国的西北部 拿下该地后 魏斯便可以从南北良心同时夹击齐国 魏斯之所以对齐国虎视眈眈 因为齐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齐国王室已经丧失了权力 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田氏家族手里 在田氏家族的带领下 齐国重振雄风在中原所向披靡 从公元前413年开始 齐国利用短短的六年时间 分别击败了魏帝、鲁国、杨湖、赵帝、魏国 占领了大量城池 俨然一副中原领袖的姿态 魏斯作为一个极具雄心报复的人 他不能做事齐国无限壮大 于是精心准备了伐旗计划 此时魏斯等待的只是一个伐旗的时机 后来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公元前405年 齐国全臣田部杀了大夫公孙孙 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 公孙会健壮出逃领袖 并现成投降晋国赵氏 田部得知消息后 立即出动军队 包围领袖 这原本是齐国的内乱 可是既然公孙会现成投降 晋国赵氏当然不会坐视不救 此时赵氏的掌门人是赵吉 他派孔卿为总司令 率领一支由死士组成的赶死队前往救援 不过面对近年来屡战屡胜的骑师 赵吉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他便派人通知魏斯 请他出手相助 魏斯早就密谋攻其 眼见机会来临 当下痛快答应 在他看来 这次出兵意义非凡 不仅能打击齐国的嚣张气焰 也是对兄弟友邦的支援 魏斯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能暂时抛开一己私利 站在三进的立场来权衡利弊 尽管晋国一分为三 但在整体利益面前 不能各自为战 就像当年三个兄弟联合起来 打垮智瑶一样 只要团结一致 必定也能打败齐国 就这样 在三家联合灭智瑶后 赵、魏、韩第二次携手合作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师 在三进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 便有两万具之多 被三进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青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臣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人意之道 领秋一意的胜利 证实了魏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魏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魏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 还不如废旧矿权水平值钱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烈王看魏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魏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魏斯拿着王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 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烈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清 后来周威烈王又给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 赵国和魏国 起初周威烈王并不想授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前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 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尸 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骑军尸体 便有两万巨之多 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卿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陈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 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 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 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人意之道 领秋一意的胜利 证实了卫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 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卫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 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卫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 还不如废旧矿泉水平值钱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列王看卫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卫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 卫斯拿着王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 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 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 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列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卿 后来 周威列王又给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 赵国和魏国 起初 周威列王并不想授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前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田吾宇死后 他的儿子田起继续沿用父亲的策略 为家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使人们逐渐淡化了 他们是外来移民的事实 田氏集团之所以保持低调 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没有报复 而是一直在寻找时机 公元前490年 齐景公去世 隐忍低调的田氏集团终于打破了沉默 经营多年的田起准备整顿齐国政坛 他先是从齐国老牌贵族中 抢到了话语权 紧接着 拥立齐道公为接班人 田起被任命为宰相 独揽大权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大举伐齐 惊慌失措的田起 竟然谋杀齐道公 以谢吴师 君主成为权臣手中 可随时撕毁的纸牌 然而 妥协并非至胜之道 在第二年的爱灵之义中 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 唯一让田起感到幸运的 是勾建在南方发动公吴战争 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田起死后 他的儿子田长子成父业 继续当齐国的无冕之王 被田氏一手扶上台的齐检公 偏偏不识实物 打算扶持他人 以压制田长 结果 田长复制了父亲的做法 直接杀死了齐检公 齐检公被杀后 他的弟弟被立为国君 视为齐平公 像前两任君主一样 齐平公也是一个傀儡 田长大权在握 经常在朝堂上大开杀戒 田氏家族的封地 也超过齐国王室 至此 田氏已经成为齐国 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 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 齐鲁士大夫群体 对田氏家族颇为不屑 但田氏家族 在笼络普通民心方面 非常有一套 他们对百姓实施人证 经常让利于百姓 这也是田氏集团 势军篡权 但仍能受到百姓拥护的原因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他们无关 他们只在乎谁对自己好 田长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盘 成为家族继任者 公元前453年 晋国三清 共灭治疗的消息 传到齐国后 田盘十分敏锐地意识到 晋国的分裂时代已经到来 他十分明智地派出使者 分别出使赵、魏、韩 以诸侯之礼对待三家掌门人 言下之意便是承认赵、魏、韩 是三个新兴国家 这一外交十分成功 田盘积极与三进建立友好关系 为齐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到他去世之前 齐国与三进没有发生任何战争 田盘把精力完全投放在国内 他不断地把田氏族人 安插到齐国的每一座城邑 直到所有诚意的长官全部出自田氏为止 田氏家族的势力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处须伸到了齐国的各个角落 田盘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白急于称霸 一反父亲的外交政策开始对外穷兵独武 公元前413年 田白撕毁了之前与韩赵卫签订的和平协议 并主动侵占他们的城池 因此与韩赵卫交捂 后来田白去世 田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内乱 韩赵卫则趁机出兵攻打齐国 致使齐国元气大伤 直到田和继位后 他开始历经屠治 对内修生养息 对外推进积极的外交政策 为齐国迎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公元前391年 已经执掌齐国上百年的田氏集团 打算对君主动手 田和将齐康公赶出了王宫 在海边给齐康公搭了几间陋室 这个举动也基本上宣告了齐国君主的终结 将齐康公赶走后 田氏家族为了获得周王室认可 成为合法的诸侯 便派人出使魏国 田氏与魏武侯达成了一笔买卖 齐国出面拉近魏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 魏国则向周天子施压 为田和求一个诸侯的名头 对于魏文侯的提议 周天子只能听从 至此 田和也从士大夫摇身一变成为了诸侯 之前的齐国被称为江齐 现在的齐国则彻彻底底变成了田齐 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在海岛上身亡 从江子崖建立齐国开始 齐国总共经历了744年 江齐曾在历史上辉煌过 齐桓公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只可惜时宜是亿 鲜花总有凋谢之时 江齐这朵盛放的鲜花 算是彻底凋谢了 在田和伐齐之时 魏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 一代名将吴启遭人陷害 被迫出走楚国 吴启的出走 也结束了魏国的全盛时代 魏文侯时代 魏国西挫强秦 东义齐国 北并中山 南基楚国 积无敌于天下 事实 魏国名将如云 吴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起初 魏文侯启用吴启为西河郡守 镇守河西 此后 吴启为魏国的扩张立下赫赫战功 据吴子所记 与诸侯大战76 全盛64 于则君解 辟土四面 拓地千里 皆启之功也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在群雄并起的年代 英雄只有得欲民主 才能一飞冲天 而魏文侯就是吴启的伯乐 在魏文侯麾下 吴启如鱼得水 只管把心思放在开疆拓土上即可 不用考虑朝堂争斗 但这一切 随着魏文侯的去世 戛然而止 公元前396年 执政15年的魏文侯去世 作为战国初期最伟大的君主 他一手缔造了强大的魏国 魏文侯死后 他的儿子魏姬继位 视为魏武侯 魏武侯继位之初 依然延续着父亲的决策 由于魏文侯给魏国积累了大量人才 使得魏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强盛 公元前395年 上台不久后的魏武侯视察西河郡 吴启陪他一起泛舟于黄河 当魏武侯看到险峻的山峰 宽广的大河 便开始骄傲自满 他告诉吴启 魏国有这样的险峻关口 一定可以高枕无忧 吴启听后眉头一皱 他告诉魏武侯 国家不能只靠山河之险 倘若没有道义 身边的人都可能变成敌人 面对突如而来的当头一棒 魏武侯并未发怒 而是称赞吴启的才能 从这个层面来看 魏武侯继位之初 是具备一定胸襟的 魏武侯上台之时 战国七雄的格局已经形成 七个国家分别是 秦楚焉齐寒赵魏 其中 韩魏两国的地理位置最差 特别是魏国 周围被五大强国包围 面对这样的处境 魏武侯找吴启商谈应对之策 吴启告诉魏武侯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时刻整军备武 并要明察其他国家的优势与劣势 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然后他又从细处着手 根据自己的打仗经验 以及对各国军队的了解 给魏武侯详细讲述了 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 吴启的分析 可谓是动若观火 明察秋毫 在训练军队方面 吴启告诉魏武侯 必须要严格制军 讲成分明 对将士们做出的承诺 一定要实现 切不可存在食言的情况 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将士们的信任 这会大大降低军队战斗力 然后 吴启给出了详细的制军方案 吴启为人耿直 不善于阴谋诡计 这样的人能发挥多大作用 主要取决于君主的支持度和包容心 如果魏文侯不死 吴启很可能成为管仲式的人物 帮助魏文侯实现一番霸业 只可惜魏武侯不具备 他父亲的识人之能 他只看到了吴启的军事才能 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才华 魏武侯在选择成像时 直接没有考虑过吴启 而是先后任用了商文与公书 吴启自认为才华不逊于他们两人 对于魏武侯的这个安排表示不满 但他不善于明争暗斗 也不懂得权谋之术 不久后 吴启便明白了 如果没人撑腰 才能有时候会引来强烈的妒忌 商文做丞相时 虽然吴启一直对他不满 但他考虑到魏国的利益 还一如既往地支持吴启 商文死后 公书成为了丞相 与商文具备真才实干不同的是 公书是凭借关系才爬到丞相之位 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地位 他必须除掉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于是 吴启变成了他的眼中钉 公书察觉到吴启为人傲慢 经常视才傲物 这让其他同僚的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 公书准备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 确定好陷害吴启的方向后 公书便开始制定计划 他先是跑到魏武侯跟前 说吴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吴启对魏国忠贞不二 那是国家之福 如果他有二心 则魏国威仪 魏武侯听完觉得有道理 公书提议可以测试一下 吴启的忠诚度 并给出了具体方案 公书建议把一名魏国公主 许配给吴启 如果她拒绝婚事 就可以断定 她的心不在魏国 魏武侯认为有道理 紧接着 公书又邀请吴启到他家里赴宴 席间 公书的夫人表现得骄横跋扈 时不时地出言不逊 给吴启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公书见状 悄悄告诉吴启 说自己的夫人是公主 只能听之认之 她也无可奈何 吴启是个大男子主义 她见公书的妻子 如此骄横跋扈 瞬间对公主的印象大打折扣 她庆幸自己没有娶公主为妻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公书和夫人 演得一出双簧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公书恳请魏武侯 挑选一名公主来试探吴启 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吴启 全然不知怎么回事 当她听到魏武侯 要把公主许配给她的时候 她第一时间想到了 公书夫人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 于是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 魏武侯见状起了疑心 并说自己的魏国 是不是容不下吴启这尊大神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吴启不知所措 当她回过神来 回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才明白自己误入公书的圈套 目的就是让魏武侯对她起疑心 此事过后 吴启知道魏武侯已经对她起了疑心 而公书也势必想要置她于死地 想到此处 吴启自知已经不能继续留在魏国 于是当机立断 收拾行装带着仆人便离开了魏国 在行至魏国边境时 吴启常探道 要是再给她几年时间 一定可以拿下秦国 只可惜主上听信谗言 魏国落入秦人的日子也不远了 说罢便累撒当场 离开了自己扬名立万之地 离开魏国后 吴启几经权衡打算投奔楚国 当楚道王得知吴启来投后 亲自前去迎接 并与吴启坐而论道 吴启为了表示诚意 将自己写的兵法献给楚道王 吴启的兵书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 其中包括图国篇 料敌篇 制兵篇 论将篇 应变篇和历史篇 对吴启仰慕已久的楚道王 读完吴启的兵书后 不禁拍案叫绝 吴启的兵书 大到战略原则 小到战术方法 都有精妙之阐述 见解精辟深邃 而且都是吴启结合自己治军 作战的经验 更有说服力 更有可操作性 更贴近于现实 这是一部伟大的兵法书 比起《孙子兵法》也毫不逊色 这些著作是吴启在魏国期间 陆陆续续写成的 据汉书所在 原本有48篇流传到今天的 仅剩下6篇 有些人会写书 不见得会实干 但吴启是既能写书 又能实干 这才是大财 楚道王看了吴启的兵法书后 佩服得不得了 再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吴启不客气地指出 楚国必正所在 他说大臣太重 封军太重 若此 则上逼主而下虐民 此平国若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军之子孙 三世而收绝禄 捡百历之禄制 捐不及之之官 以奉选炼之人 楚道王听后大惊 吴启作为一个外人 居然能把自己国家问题 看得如此透彻 他不禁地抹了一把冷汗 要是吴启是自己的敌人 该怎样战胜他呢 楚道王听完吴启的高论后 立马决定委任他为令隐 也就是楚国的国相 对于历经屠治 谋求改革的楚道王来讲 启用吴启是一次豪赌 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独当一面 对国内的权贵开刀 对于吴启来讲 这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成为令隐之后 吴启搬起改革之府 对楚国的弊病进行开刀 尽管这期间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但最终凭借自己杀伐果断的性格 成功把改革推行下去 但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吴启的改革逐渐深入之际 楚道王却倒下了 公元前381年 楚道王去世 尸骨未寒之际 楚国贵族见状发起了疯狂的反击 失去靠山的吴启成为众矢之地 那些在改革中失去爵位 失去官职 失去俸禄的贵族们 自发组织起来 勾结宗室大臣 发动政变 围攻王公 吴启且战且退 最后在楚道王的灵堂前停下了脚步 准备和叛军殊死搏杀 面对围攻的吴启 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他挥剑对着叛军高喊 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但也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吧 便朝着楚道王的棺材走去 气急败坏的叛军下令对吴启乱剑齐发 临死之际 吴启把楚道王的尸体搬了出来 就这样 吴启和楚道王的尸体一同被射成了刺猬 此时楚国贵族才发现大事不妙 因为按照楚国之法 对国王尸体动刀动枪者 需要诛灭三族 楚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 是为了避免当初吴子虚 编尸楚平王的事情重演 让王室蒙羞 吴启在临死前 又使敌人朝自己射箭 这也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楚宿王上台后 立马下令抓捕围攻王公的叛军 这些杀害吴启的凶手 军备诛灭三族被杀者超过了七十余家 吴启死后 楚国失去了再次称霸的机会 随着保守派占据朝堂 楚国再也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表演 自此之后 楚国便走向了衰落